这个东西叫个狼蟹 不懂了吧 看起来好奇怪的 你听说过狼蟹吗 看起来像树枝一样 确实令窝口闻风丧胆的武器 专刻锋利昂贵的窝刀 狼蟹的主干是由毛主组成 上面装有树根铁枪头 其实杀伤力也并不强 却能打败锋利无比的窝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明朝嘉靖年间 东南沿海一带窝口猖獗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为首的窝口名叫松普帆 军师是他的师父雄泽 此人老谋深算 还雇佣了大量的浪人 他们占领了一座城池 在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盘踞在此长达两个月之久 当时朝廷昏庸 住兵都是些老弱病残 被打得节节败退 迫于无奈 朝廷派于大游带三万人马来抗窝 话说这于大游虽勇猛 可谋略上却逊色一筹 皆是他的战术过于呆板 他每天带着士兵准时去攻城 作战虽勇猛 却不敌倭寇的炮火和弓箭 不仅没有攻下防线 而且损失惨重 就连倭寇也忍不住嘲笑他们 而倭寇指手不攻 皆因为他们人数只有一千人马 五个月过去 于大游却迟迟没有将其拿下 离破敌之日只有二十天了 总督胡大人为了速战速决 请来了赫赫有名的七级光 士兵们都期待他的优秀表现 没想他和上一任一样 依然每天准时去攻城 与鱼大游不同的是 七级光却不让士兵冲锋 只需要站在倭寇的射程范围之外 叫嚣即可 不攻不打 只为让倭寇放松警惕 果不其然 连续十天之后 倭寇稍有放松 这晚大风大雨 布下提醒七级光 今晚是攻城的最佳时机 可七级光却说 只留下几个站岗的即可 另一边的倭寇们 已放松警惕 正在享乐 可雄泽却说 七家军很有可能会冒雨来攻城 让他们严阵以待 奇怪的是 一夜过去相安无事 天快亮时 他们以为七家军不回来了 纷纷倒下补睡 不料七级光已召集好人马 先是一炮弹将绍岗轰倒 紧接着提刀冲了进来 倭寇毫无防备 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很快七家军便攻入城中 倭寇雄泽心智此时不能硬碰硬 于是带着手下先行撤退 七级光略施小技 便收回了陈池 就连于大游也对他赞不绝口 这是一个村民来见七级光 说是有一些村民被倭寇关了起来 希望他们能去救人 七级光没有多想立马去救人 被救的村民纷纷跪械 可于大游却看出不对劲 这些村民身上藏着倭寇的兵器 于大游给了他们一脚提醒七级光 果不其然 这些村民是倭寇假扮的 身份被失货后 掏出兵器围攻七级光 七级光伸手敏捷 躲过重创 就是主动攻击 不料倭寇人数众多 有两人死死的抱住了他 限制了手中长枪的威力 危急时刻 于大游投来长剑 为他扫清眼前的障碍 两人并肩作战 犹如猛虎下山 倭寇死伤惨重 只得落荒而逃 七级光和手下穷追不舍 不料却中了对方的埋伏 逃跑的途中 倭寇们突然蹲下 一排火炮兵 站立于前方 此举杀伤力极大 就连村子里的木牌 也分奔倒塌 但也因此引来了援兵 可倭寇们早已逃之夭夭 于大游告诉七级光 敌军之中最厉害的是 倭兵 他们训练有素 刚才碰到的便是倭兵 这时 抗倭总督胡大人来到 他带来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称赞 七级光收回城池 坏消息是 朝中有奸臣在背后使坏 说七级光私通倭寇 让锦衣卫拿他回去审问 还好胡大人相信七级光 已向朝廷解释了前因后果 而七级光也通过此战 和于大游成为望年之交 能由你来接这个带子 我欣慰 早安大哥的棍法 威震上 独捕天下 今日想再次请教 两位将军 切磋棍法 相见恨晚 共同展开一段 惊心动魄的抗倭传奇 于大游的棍法 独捕天下 两人以武会友互相切磋 七级光选择的是长棍 于大游则是短棍 七级光发挥了长棍的优势 攻其底盘 让其不能近身 然而真正交起手来 招式却变幻莫测 切磋的结果 看似不分胜负 实际上于大游 早已兑换长棍 前面说到七级光 将倭寇们赶出城 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 这天七级光带领两万人马 在慈溪龙山所附近 不料 一群倭寇居然嚣张地迎面走来 大战一出即发 谁知倭寇还没有到射程 士兵竟应害怕提前开枪 这样不仅没有打中倭寇 还给他们带来了进攻的机会 埋伏在倭寇身后的弓箭手 一跃而上 将他们打得节节败退 若不是七级光射中为首的倭寇 两万人马 怕已是溃不成军 经此一战 七级光吸取教训 决定加强实力 首先就是招兵买马 七级光一边练兵一边招兵 几天过去 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 反倒是遇到几个不讲理的人 在客栈胡作非为 一怒之下 七级光出手教训了几人 直到这天 七级光看到一群人在打架 一问才知 这两拨人都是矿工 因为争地盘动起了手 这些人力大无穷 随手就可将对方举起 看到这一幕 七级光面带微笑 这些人如此彪悍 正符合自己招新兵的体能要求 七级光将招募新兵的告示贴了出去 希望他们能报名参加 谁知刚贴出去 就被公投大成死掉 他不许其他工人参军 让他们留在原地干活赚钱 七级光不死心 值得亲自来找大成商量此事 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 大成兄 没人愿意打仗 七级光告诉大成 他们打倭寇是为了保家卫国 否则来抢他们矿的人 就不是隔壁的村民了 大成没有理会 倒头就睡 七级光仍不放弃 我要跟你讲什么道理 你才会答应我呢 我只懂拳头 放肥 七级光爽快同意 大成率先出手 拳风刚猛凌厉 七级光身经百战 先是避其锋芒 紧接着找出破绽 压制大成 大成不甘示弱 以一招双龙出海 挣脱束缚 两人继续较量 大成出拳果然刚猛 毫不留守 直击七级光 却都被他以敏捷的身手躲过 找到机会后 七级光抓住大成的肩膀 将其摔了出去 大成输了 不料他却不讲武德 抄起厨子 对七级光打来 想置他于死地 七级光手无寸铁 只得四处多闪 大成打轰了眼 紧追不舍 兄弟们劝他都没有用 混乱之中 厨子砸向了天台的承重柱 七级光却没有跑 原来天台上站着几个孩子 若是天台塌陷 就要摔落这火盆 后果不堪设想 七级光不顾自身安危 撑起木板 其他人也纷纷冲上来 解除了危机 辞觉打动了大成 他同意带兄弟们去入伍 但请求七级光派兵 帮他们守住矿洞 七级光爽快同意 两人不达不相识 就这样一只强悍的七家军被组建 在训练新兵的同时 七级光还对武器进行了改良 首先就是盾牌 七级光发现他们的木质盾牌 根本就抵不住敌人的攻击 于是命手下改良 很快藤牌问世 话说着藤牌 兼而富有伸缩性 圆滑坚韧 兵器不易砍射破入 火炮无法贯穿 之后就是大名鼎鼎的窝刀 窝刀凶悍 不仅轻盈敏捷 而且刀身锋利 对战之中战尽优势 无往不利 七家军根据窝刀的特点 设计了一种名为狼显的兵器 就像树枝一样 上面布满了细小的铁枪头 看似简单 却能以柔克刚 抵挡窝刀的进攻 不过狼显要配合鸳鸯阵 才能发挥其实力 话说这鸳鸯阵 以十一人为一队 前面两人拿着藤牌 左右两人手持狼显 抵挡窝刀 后面的士兵 以火枪等武器做攻击 为了对付远处的敌人 七级光还申请调来虎蹲炮 就这样 一只强悍的七家军 组建成功 可只有区区三千人马 而窝寇这边 也采取了行动 当即派出两万人马来犯 七级光立马带队行动 这场仗还没开始 就遭人非议 窝寇也是如此 他们并没有将七家军放在眼里 挥舞着金光闪闪的折扇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丝毫没有上战场的样子 板冠七家军却严正一待 同时也看出窝寇的人数 只有区区几百人 绝对没有两万 眼下只能摆好阵法应对 窝寇以为明军会像从前一样 见到他们就会落荒而逃 可看到训练有素的队伍 立马警觉了起来 让火枪队攻击 不料却被七家军的盾牌抵挡 火枪队猛攻没有效果 窝寇们便拔刀冲了过来 犹如猛虎下山一般 原以为会杀他个片甲不留 没想跌入七家军提前挖好的陷阱之中 侥幸爬上来的 面对的是一攻一守的鸳鸯阵 窝寇面对狼血 失去威力 还有火枪队的猛烈进攻 窝寇们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只得疯狂逃跑 可高兴不过片刻 后方便传来噩耗 原来此次进攻的窝寇 不过几百人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攻城 此刻城内只有两百名士兵助手 七级光的妻子和士兵的家眷都在城内 士兵急了 纷纷要求赶回城救家人 七级光却没有失去理智 他冷静地分析出窝寇的意图抬州 于是兵分两路前去救援 这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就是七夫人 得知窝寇一万大军即将兵临城下 七夫人没有胆怯 没有扔下城中百姓弃城而逃 如今只有两百名士兵助手 城内皆是老弱妇孺 带着他们是逃不出去的 七夫人想出一计 带头让城内的老弱妇孺纷纷穿上战甲 站在城楼上唱空城祭 制造出兵强马壮的假象 果不其然 倭寇误以为城中防卫僧严 有所忌惮 没有轻易出兵 直到天黑后 倭寇才开始攻城 这样以来给七家军的归来争取了时间 而倭寇这边也发现重计 选在狭窄的花界埋伏七家军 七家军虽被团团包围 面对倭寇的猛攻 七级光使用独创的鸳鸯阵 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 看着节节败退的倭寇 七级光留了个心眼 让虎盾炮队不必追击殿后 果真如猜想 倭寇在前面设下埋伏 拿出长竹杆抵挡狼险 除此之外 还有更加坚固的盾牌 和对面还有火炮的攻击 面对长长的竹杆 狼险起不了任何作用 城内还埋伏了大量的弓箭手 七家军靠盾牌 也只能勉强抵挡 混乱之中 七级光解决了屋顶的弓箭手 之后便踩着竹杆上了屋顶 从高处观察敌情 很快七级光便发现 倭寇首领的位置 擎贼先擎王 七级光让大家分头行动 到东北角会合 就这样 众人分散开来 纷纷钻进了小巷 而此时的雄泽也意识到不妙 吩咐手下将七家军 引到主道上 一网打尽 话音刚落 七级光便手持长枪杀来 而雄泽早有防备 除了竹杆盾牌阵 还有火枪队 面对猛攻 七家军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以盾牌抵挡 一阵炮火猛攻之后 浪人手持窝刀 准备攻击 没想等待他们的是赶来的虎盾炮 一阵狂轰滥炸之后 窝寇溃不成军 七家军仅凭一千人麻 就打败了将近两万倭寇 却也让倭寇主力给逃了 另一边倭寇正在攻城 七夫人带着一群老弱妇孺 守在城墙上 倭寇架起梯子就要爬上城墙 还是有一些倭寇爬了上来 七夫人筋骨不让须眉 手持大刀应战 丝毫不落下风 混乱之中 七夫人的大刀被打落 危急时刻士兵扬超出手 替七夫人化解了危机 就在这时 城楼下传来一阵巨强 原来是倭寇的炮兵 轰开了第一道城门 除此之外 还有数名倭寇手持盾牌 想要炸开最后一道城门 七夫人让士兵严阵一带 还准备了火箱手 可倭寇人数太多 还是冲进了城 杨超在与倭寇对战时 不慎倒下 七夫人仍然奋勇杀敌 就在这时 援兵回来了 他们林外河守住了城楼 前来进攻的倭寇 被打得溃不成军 吃了败战的倭寇想要逃走 在路过一片泥沼地后 以为再走一段路 就可以乘船逃跑 不料七家军骑着泥马冲了过来 话说这泥马 是当地劳作时的一种运载工具 能在泥地里快速前行 面对追击 倭寇们只得疯狂逃跑 上船的那一刻 熊泽却拒绝了 他觉得这样回去没有面子 于是吩咐少主和其他人先走 他要留下来断后 很快七季光便追到了码头 双方人马较量了起来 七季光带领着七家军奋勇杀敌 兵无常事水无常行 就连熊泽也惊叹七家军的实力 解决完小喽啰之后 就是与熊泽的大决战 熊泽果然是老江湖 闪月般出刀 瞬间七季光的钢刀便一分为二 来不及思考 熊泽便再次发起了猛攻 身为窝刀高手的熊泽 果然名不虚传 就连七季光也只能暂比锋芒 但很快就找到了感觉 七季光改为攻下三路 一个翻身便让熊泽打开眼界 若不是腰带上的防御 恐怕熊泽已是鲜血之流 熊泽不信邪继续再战 不料七季光飞升而上 便将他手中的窝刀压在膝盖之下 两人从礼物打到甲板上 在空旷之地正好施展剑法 熊泽的长处是窝刀 不料七季光并没有闪躲 因为他早就看出窝刀的弱点过长 七季光险中求胜 快速靠近 果不其然赢了熊泽 还夺得他手中的窝刀 失了兵器的熊泽 还要殊死一搏 七季光爽快接受 一阵全群倒肉的激战之后 七季光将熊泽再次打败 不过却并没有取他性命 只要窝刀投降离开即可 七季光问他名字 熊泽没有回答 只说自己是窝刀 最后选择了切斧自尽 嗯 远雷刀可以这样啊 窝刀没有这种拔刀吧 七将军将窝刀增加了一掌 窝刀是切面全部开刃 我们只在刀头一掌开刃 不开刃的地方 可以磕碰敌兵器 也可以手窝 变成刀尾的刀 七将军果然是一代天骄 如果说冷兵器的巅峰在唐代 那么到了明朝 小部分既成旧制 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改良或创制 抗窝名将七季光 重新打造中原兵器 大名鼎鼎的七家刀 就此而产生 明朝万里年间 侵扰明朝数百年之久的 窝口之患逐渐平息 抗窝名将七季光 遭谈和罢官并逝 他所研制的武器 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其中也包括七家刀 双叶城高手云集 城内有 窃 蔡 王露四大武林世家 但凡想要在双叶城开宗立派 都要经过四大武林世家的测试 那就是闯过乌一向 打过四个门口 这天 乌一向来了一老一撞两个男人 肩上挑着柴火 大摇大摆的来到第一个门口挑战 将柴放下 迅速抽刀 紧一个来回 就打过了第一个门口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门口 两人快速冲向对手 刀光剑影之中 就将对手撂倒 但这次年纪稍长得不慎受伤 捂住伤口时 嘴角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同情的男人继续闯第三个门口 这次的对手是两个手持咽月刀的武士 直接男人出其不意地出道 架住两人长刀 武士刚出手 手腕就被击中 再次出手 对方刀剑以致咽喉 若不是对方手下留情 怕已是命葬当场 武士只得放行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关的第四个门口 刚到门口 一只弓箭来袭 郑重男人斗笠 原来第四个门口不比武艺和刀法 一群武士手持弓箭对准男人 就算他武艺再高 也插齿难飞 这样说来 所谓的比武闯关 都是由四大门说了算 为首的正是四大门之首的切功 男人被逼步步后退 直到第一个门口 不服输的他问切功 在武艺上打过四个门口 也可以在武汉开中立派 这是两百年的规矩 希望你给我一个公道 切功的回答是 男人的刀形是斜的 不配要公道 又让男人将刀留下 人可以离开 谁知男人刀也要 命也要 男人俯身放刀 趁机抽回柴里的刀鞘 迅速离开无一向 但他的同伴 却被四大门抓住 其他三老纷纷夸切功的手段 还将同伴的刀拿给他看 切功接过长刀 用刀背往自己的护腕上磕了磕 很明显 这是把好刀 却不能在双叶城落地生根 原来男人 名叫梁恒璐 曾是七级光的贴身侍卫 为了能让七家刀流传下去 他决定在双叶城开宗立派 和他同行的是 左偏使年纪稍长 若是五年前 这些人肯定拿踏不住 腿不错 七将军训练有法 切功已查出两人的身份 将左偏使关在大牢 绑在一把椅子背后 这样的姿势啊 犹如扎马步一样 若是长时间这样蹲站着 双腿肯定会废掉 切功为了一己之私 说左偏使的刀是窝刀 不能在中原流传 只要它毁刀契技 就能重获自由 左偏使解释 这是抗窝专用刀 能以笔之道 环势笔身 外形虽与窝刀相似 但绝不是窝刀 切功却一脸的不屑 还说制敌制法很多 例如于大游的鸳鸯阵 以中原传统兵器为主 三个盾牌手 外加两个长枪手 也可以压制窝刀 此时窝寇已被赶出中原 抗窝名将七级光 和于大游早已离世 切功一口咬定 抗窝刀是邪魔歪刀 鸳鸯阵才是正道 左偏使啊 想给抗窝刀证明 将其也流传至民间 给七家军留个影子 让世人记住七家军 可切功却认为 窝口早已绝技 没必要让异族的东西扩散 在他看来 高手在民间 切功闲得无聊 便以抓捕逃走的梁痕路为乐 最擅长抓捕的是朝廷中人 便放出城内有窝口的假消息 果不其然 引来了朝廷中人 海盗坊刘大人最大的心愿 便是将身上的纸浆铠甲 换成铁的 如今世道太平 无处立功 勿以稀为贵 捉到了 必是大功 刘大人上当 勿以为梁痕路是倭寇 就这样 梁痕路被全城通缉 要断了他的妄念 最快的办法 就是让他自己 被当作倭寇 抓一次 尽管知道梁痕路不是倭寇 切功说服四大门 举办一场比武大赛 向梁痕路示威 想要借机吓走他 若是此计不成 便以倭寇的身份 搜出梁痕路 逼他交出抗窝刀 断了他 开宗立派 将刀法传至民间的想法 此刻 梁痕路 藏身于一条踩船上 一个名叫赛兰的姑娘 正在为他跳舞 赛兰的三个姐妹 想要去乌一巷看比武 赛兰也想去 可又舍不得银子 只好留下来跳舞 舞虽好 可惜的是 梁痕路一眼都没有看 赛兰问他原因 梁痕路回复 自己本就不是来看舞蹈的 而是测试他的体力 测试体力 难道是我想多了 梁痕路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 并不是为了寻欢 而是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此刻的巫医向内 四大门的弟子正在比武 看着台上的两人 不断试探躲闪 赛兰的三个小姐妹 不怨而同的给出了差评 身后的护卫赶紧解释 武功不是街头打架 两人正在模拟马战 胜负只在交错的那一瞬间 此刻的踩船上 赛兰拿着手裹在转圈圈 听到梁痕路的呼噜声 赛兰忍不住发起了脾气 要出去看比武 谁知梁痕路从随身的棍头里 抽出一把长刀 刀光闪光的那一瞬间 赛兰手骨上的铜片 便一分为二 梁痕路知道他还有余力 让他继续跳 因为练舞和跳舞 都是对身体潜能的开发 这时梁痕路发现外面有火光 便让赛兰出去倒酒 赛兰刚掀开帘子 便看到四大门的人 将踩船包围 小姐妹提醒他 船上有窝扣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赛兰不知所措 直到身后的门脸里 伸出一双手 将他拉了进来 赛兰不慎摔倒在地 听起来很神秘 其实也就是一闷棍 梁痕路将刀鞘递给赛兰 让他当作棍子来用 将棍头伸出门外 然后闭上眼睛 一旦对手的兵器来碰 棍头就会响 就将棍尾抡上去 对方必然倒地 摔得不轻 很快 两名弟子提到走了过来 赛兰听到棍响 小心尝试 果不其然 一击成功 撂倒两人 赛兰兴奋 正月分享给梁痕路 可梁痕路 已准备跳窗离开 临走时 还吩咐赛兰 继续不要停 原来梁痕路 早就撂倒行踪会透露 并故意将他们引到此处 趁机去救同伴 左偏时 赛兰也是个狠人 手持木棍 严阵一带 居然连错数人 而梁痕路 在去窃府的路上 被海盗房的人盯上 刘大人误以为 梁痕路是窝寇 让手下摆出鸳鸯阵 对战梁痕路 前面说过鸳鸯阵 由长枪兵 藤牌兵 狼贤组成 可防可攻 士兵虽然武功低位 应平时操练熟悉 所以配合默契 一番操作下来 竟让武艺高强的梁痕路 措手不及 鸳鸯阵 果真名不虚传 能克制住窝刀 几个虾兵蟹将合力 居然可以打败武林高手 看着倒地的梁痕路 刘大人拿着绳子来捆他 谁知反而被 身手敏捷的梁痕路挟持 迫于无奈 四名士兵只得将兵器扔掉 梁痕路将武人带到河边 四人熟悉水性照做 刘大人犹豫 他担心跳得过高 梁痕路的刀刃 划到他的脖子 梁痕路也没有为难 爽快放下刀 刘大人只能跳了下去 幸好他穿的是纸浆铠甲 若是铁甲 怕是起不来了 谁知梁痕路也跟着跳了下去 一回头 却不见踪迹 四名手下却面色凝重 原来梁痕路就在他身后 经此一闹 今晚去切府救人的计划泡汤了 一夜过去 踩船上的赛兰 连错四大门十一位高手 四大门门主守在岸上 此刻他们竟然连船上 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四大门门主没有出手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落败 颜面尽失 于是派人去请 曾经的双叶城第一高手 邱冬月 此时的邱冬月 已是须发银白 隐居在山上 当年 他作为双叶城的第一高手 风光无限 家财万贯 然而好景不长 年轻的妻子 与护卫私通 邱冬月本可杀了两人泄恨 但他没有那么做 而是抛下诺大的家业 隐居在深山 得知双叶城出了窝口 邱冬月决定出山 临走前 他将白发和胡须 和头发染黑 他心里明白 若是自己在年轻三年 四大门新秀高手 若是想击败自己 必须会付出 蛇臂断腿的代价 若是五年 他定是双叶城的第一高手 邱冬月重出江湖 除了想替双叶城除害 更多的是 证明自己饱刀未劳 还能一斩江湖 在下诞的途中 邱冬月还耍了一套拳 证明自己推脚还灵活 来到彩川岸边 邱冬月依然和当初一样 坐在中间 四大门门主 分别坐在他的左右 中间的位置 既是身份的证明 也是实力的象征 随着四名弟子再次倒下 邱冬月看出门道 当年七级光 从窝口吃刀的方式中 悟出一套棍法 就算是不会武功的人 只要照做握住木柜 就能屡战屡胜 听说七家军的棍法 名叫如影如响 踩船上之人 使用的正是如响 这套棍法是七家军的 不传之秘 当年御灵军头领去学 都被拒绝了 邱冬月之所以知道 除了他与七将军 年纪相仿 还有他的枪法之中 也有如影如响 邱冬月担心 藏在船上的不是窝口 若是七家军 他邱冬月和四大门 都会闹出笑话 切功隐瞒了真相 谎称很可能是窝口 被打败后 痛定思痛 琢磨出如影如响的打法 紧接着又表示 敢和四大门对抗一天一夜 肯定不是好人 就这样 邱冬月被说服 出手之前 他在帘子前掏出背后的装枪 不断演练 如何破解如响 如若自己丢出一支枪 定能将对方击杀 虽说如此 可邱冬月又反复试炼了五六次 生死比的是反应 看咱俩谁更快 准备就绪后 邱冬月自省出招 谁知还没与对方交手 就吃了一闷棍 双叶城第一高手 邱冬月 连对方长相都没看清 就倒地不起 看来伤得不轻 四名弟子 要将他抬回家 途中 邱冬月挣扎的表示 自己不回家 切功如他所愿 吩咐弟子将他送到自己家 带到家门口时 邱冬月已经缓和了许多 带到其他人走后 切功质问曾经的老大 邱冬月 为什么要回来 还说知道邱冬月隐居的原因 原来当年邱冬月走后 切功便脱颖而出 成为四大门的老大 他原来可以杀了那对野鸳鸯 私吞邱冬月的家产 可他没有动手 之所以如此 是希望邱冬月再也不要回来 那样他就可以坐稳老大的位置 这些话比毒蛇猛兽还要凶狠 可邱冬月却面色平静 一把抓住了切功的命门 切功心中一惊 邱冬月并没有对他怎样 只是拿出一个钱袋 让他转交给一个名叫改额的女人 第一高手被打败后 想的不是颜面尽失 只想做见善事 你一定好奇 改额是什么人 八年前 他是城外猎户的女儿 如今已经嫁人 是一个普通的村妇 日子过得非常落魄 邱冬月之所以接济他 只因改额长得像他的结发妻子 切功想知道 这些话可能是于心不仁 也或许是为了颜面 此刻 梁恒璐正赶着海盗房的五人 在河道上绕城游了两圈 刘大人问梁恒璐 从昨晚游到今天 是不是想累死他们 梁恒璐否认 声称想通过他们的水性 检测出双野城的水上防御能力 梁恒璐将几人赶至郊外 刘大人担心他杀人灭口 急忙跪地求饶 梁恒璐扔给他一捆牛皮绳 刘大人兴领神会 将四个手下绑了起来 紧接着让梁恒璐将自己捆住 途中刘大人向梁恒璐求情 你让我把铠甲脱了 烤烤干在吧 好吧 我这是纸浆铠甲 在水里泡了那么久 第二天肯定会变形的 还说这身只将铠甲 让他感觉憋屈 想要抓窝口立功 只为换一身铁质铠甲 你懂不懂 指甲比铁甲高级 拉力实弹的剑也射不透 虽说如此 可刘大人还是喜欢铁的 梁恒璐将几人绑好 藏身于草垛之中 紧接着摸进窃服 将被关着的左偏使救下 之后又背着他来到草垛旁 没想左偏使 却劝梁恒璐放弃原计划 我的梁腿快斩废了 想明为一个道理 四川的武功和军营的兵计 是两码事 咱们收手吧 他担心两人斗不过四大门 劝梁恒璐放弃开宗礼派 沿着水道逃出城 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 你要干什么 你的想法现在是我的想法 刘大人做会这样吗 梁恒璐气愤 将七架刀流传下去 曾是左偏使的想法 如今他却放弃了 可他梁恒璐不会 这一幕被草垛中的刘大人 禁收眼底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两人不是倭寇 曾经的双叶城第一高手 邱冬月被打败 切功成为如今的第一高手 拎着单鞭来到彩船岸边 切功胆怯 因为彩船中的赛兰 用如想连错十几名高手 其中还包括大名鼎鼎的邱冬月 赛兰的三个姐妹 无法回到彩船上 索性给大家跳舞助兴 这一幕十分养眼 就连切功的手下也忍不住跟着跳了起来 现场热闹了起来 哪里像是挑战 切功怒了 用鞭翘将手下击倒 又命人将三人压了下去 谁知道了大牢后 手下起了歪心 想要占便宜 可对方却想出离剑之计 三比五 不如抽签定输赢 抽到短签就离开 结果抽到短签的不服 五人打了起来 一阵厮杀后 只有一人活了下来 结果可想而知 这人被三人打晕 三姐妹在逃跑的途中 看到了海盗房的刘大人等人 突然冒出来的几人 吓得三姐妹花容失色 另一边 一个白衣女人来到切府 找到求冬月 白衣女人拿出一把匕首 准备下手 可动作又像是要自杀 这事旁边传来动静声 原来是梁痕路 她扛着一捆柴火来到切府 因为她知道 目前四大门的高手都在河边 切府内已是空巢 梁痕路打算放一把火 制造混乱 救出踩船上的赛兰 白衣女子拿匕首来袭 却被打掉 得知梁痕路 七家军的身份后 白衣女子告诉她 自己姓蛇 还说她的方法不好 得换一换 蛇小姐还提出帮忙 梁痕路回答 此举九死一生 蛇小姐却说 求之不得 不知为何 梁痕路却相信她 梁痕路挑了一个房间 在门口布置好机关后 就让蛇小姐将一只耳环 放在地上 紧接着告诉她 若门口有人影进入 当人影的头顶 到达耳环处时 她就将顶门杠抡出去 保证一打一个准 这就是如影 交代完后 梁痕路离开了切府 屋内的蛇小姐 拿着顶门杠 在屋内反复演练 直到熟悉 这才按计划 大喊有窝口 很快 外面便传来脚步声 当人影伸至耳环处时 蛇小姐及时出手 将顶门杠抡上去 一头栽倒栽地 另一边的踩穿岸边 切工让手下煮了一锅油 说是要记一记自己的太师鞭 听语气是要上前挑战 可油锅滚了好几次 她还是没有行动 原来她心里慌得一批 根本就没有勇气上场 毕竟连裘冬月也被打败 她担心自己会走她的老路 听说切府有窝口出没 故为干刚担心 来找蛇小姐 路上裘冬月叫住了她 说自己休息两天就离开 而她和蛇小姐都可以留在双叶城里 还说切工势力庞大 若是干刚替她抓住了窝口 就会傍上靠山 有切工当后盾 往后的日子就不愁了 干刚觉得主意不错 可实力不允许 就连她双叶城第一高手 求冬月都被打成这样 别说自己了 求冬月解释自己有技巧 紧接着让人将她抬到了门口 指着门口的灯笼告诉干刚 这叫如影 门内的人通过对手的影子 永远比门外的人快半拍 若是将灯笼往前挪一寸 屋内的人判断失误 干刚只要上了门砍上 将长服往上议论 屋内之人必然会倒下 干刚被说服 缓缓将门口的灯笼挪了一寸 紧接着抄起长服 殊不知门里是她要找的蛇小姐 就这样干刚一步步的走了进来 就当影子快要靠近耳环的那一刻 求冬月率先摔出自己的双枪 一枪打向干刚 另外一枪打向屋内 两人很快便醒来 之前 求冬月就听到梁恒录和蛇小姐的计划 便知如何破解如影 在门口时拦住干刚 本想引她入局 与蛇小姐自相残杀 因为两人活着 就是她的耻辱 可关键时刻 却因心软选择了成全 左拼使并没有走远 听说切府进了倭寇 左拼使担心梁恒录 大喊自己是倭寇 此举引来了海盗房的刘大人 刘大人让赛兰的三个姐妹 配合官兵使用了鸳鸯阵 果不其然 拿下左拼使 不过却没有为难她 因为刘大人已知真相 左拼使不是倭寇 另一边的踩船上 赛兰连错十几名高手 应无人再敢挑战 抱着棍子打起了盹 梁恒录突然从窗外跳了进来 就令她也惊叹赛兰的意志 居然可以坚持三天三夜 两人刚坐下来 准备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时 外面传来动静声 原来是犹豫不决的切弓 她在外面不断设想 如何用长辫破解这如想 等到她找到方法 鼓起勇气 用鞭尾穿连打出时 梁恒录却已准备就绪 锦一招就用棍头 打在她的咽喉上 切弓也败了 任由手下将她抬了出去 四大门恼羞成怒 为了颜面 他们将河附近的闲杂人赶走 准备了三十只弓 六百只剑 准备来场剑鱼 将彩船之中的人震慑住 三大门主 星之梁恒录 是七家军一族 对着彩船喊话 他们之前没有用弓箭 是因为顾解七家军的一族 如今事情闹大 若是继续对抗 就别怪我们放弓箭了 说完狠话又说软话 只要她出舱门 就允许她再次挑战四大门 若是成功闯关 就可以开宗立派 这就是四大门的公道 果不其然 门帘掀开 梁恒录走了出来 隔天梁恒录和左拼使 来到吴一将 再次挑战四大门 秦三们都已经打过了 直接到第四门 负责守门的是 裘冬月和切弓 左拼使率先出手 将切弓引至一边 你功夫差 我受伤 咱们俩就别打 左拼使啊 声称 让贤是美德 得让真有本事的人鄙视 两人达成共识 到台阶上观战 台上的梁恒录 率先拔刀 这让裘冬月 连连称赞 他纵横江湖五十年 才知道刀 居然可以这样拔 梁恒录回复 窝扣没有这种拔刀法 七将军将刀 增长了一掌 窝刀是切面 全部开刃 而抗窝刀 则是在刀头一掌开刃 邱冬月感叹 七将军果然是一带天骄 说完 梁大高手便开始了相互试探 邱冬月虽已隐退 可依然是双叶城内 排名第一的高手 邱冬月还主动提醒梁恒录 小心自己的脚 两人的鄙视 并没有刀光剑影的激战 而是前面提到过的 两码对冲 杀招只在交错一瞬间 两人僵持了一阵 梁恒录猛的出刀 不料被邱冬月一枪击落 梁恒录施了刀 败了 当初意气风发的他 没精打财 梁恒录甘愿认输 转身离开 这时邱冬月却叫住了他 说他只是输在功夫上 并不是刀法上 凭他的刀法 确实可以开宗立派 四大门也纷纷赞成 同意将他的刀 放在双叶城的兵器架上 作为开宗立派的凭证 梁恒录却接过刀 转身离开了巫医巷 在他看来 输了就是输了 哪怕是一招 都没有资格开宗立派 故事的最后 梁恒录带着赛兰 离开了双叶城 但他还是坚持 将七家刀流传下去的想法 这部《倭寇》的踪迹 上映于2012年 是一部十分另类的武侠片 重点不在于故事 而是人性的阐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